因为小S和蔡康永的主持风格 吸引了一大批的观众群 因为话题足够犀利和前卫 这个节目尤其吸引年轻的观众 长汉点是在2007年加盟的康熙来了 其实说是加盟 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一边站着 毫无存在感 可能有存在感的时候 都是小S或者蔡康永 犀利的嘲讽他的时候 他一直是笑笑 每次节目都用不同的装扮 想吸引大家的目光 但是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过界的事 比如抢台词 比如应要镜头 陈汉点出生在一个非常正统和严肃的家庭 爷爷和爸爸都是律师 大学毕业后 在2006年去参加了 第一届全民大蒙锅选秀模仿王比赛 当时的家里是极度反对的 因为对这种搞怪的风格 他的家庭显然不可能会支持 但他还是去了 最后还拿了冠军 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签约艺人 进入了演艺界 一年之后加盟康熙来了 但是这几年他的工作 似乎就是一个战装机 偶尔被小S和蔡康永调憨几句 陈汉点你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但是他的心态非常的好 他自己也明白 之所以大家知道他的名字 都是因为小S和蔡康永的嘲讽 其实在那个年代 他的这种搞笑方式 不太能被大家接受 很多骂声和负面的评论 让他滚出康熙来了 但是陈汉点觉得 被骂也是一种幸福的事 如今的陈汉点呢 已经成为了综艺的常客 他的风格也不用像以前一样 那么卖力搞笑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精通模仿和各种语言 关键是他长大